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 先飞机工艺公司生产的U20军用运输机 部分已经换成国产涡汕20涡汕发动机来提供动力 飞机的整体性能得到了提高 业媒称 基于技术进步 中国国产发动机将取代俄罗斯制造的D30KP-2S发动机 目前在社交媒体平台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一架U20生产保持者底细也具有增大的发动机机舱 在西汉野两机场U20飞行时由歼11战机协同出行 报道称 这架功能强大的飞机与美国空军的波音C17军用运输机具有相似之处 但由于俄罗斯发动机已过时 U20的性能也无法发挥到极致 U20先前由四台D-Banglu D30KP-2发动机提供动力 与现在高磅路涡扇发动机相比 在推力和效率方面都缺乏 不过在不久的将来 U20的航程和其他能力将大幅度提升 军事专家托马斯·纽蒂克表示 这些新型发动机以及更高的推力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进口国外发动机的依赖 U20重型运输机公司于2006年推出 由先飞机工业公司生产多年来 一直是解放军的中流抵触 这架飞机也被称为中国坑鹏 其有效载荷能力约为60到66吨 可携带大型战斗和支援车辆 2010年 这架飞机进行了改装 可搭载99型油箱 更新完新型发动机后 其甚至可以搭载更大的油箱 也减少燃油消耗 也可以在跑道较短的机场起飞和降落 专家预测 使用国产发动机 U20可以进行远程和洲际飞行 同时携带重型装备 无需在过境飞机场停下来加油 专家指出 U20配备了涡扇20发动机 使该机能力更真实地在世界面前展示 报道称 与美国 俄罗斯等国家相比 中国已经成为本土国防产品生产的领先者 但过去这曾经是该国航空业的博硕环节 可正是中国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自主研制 U20才会取得如此突破性的进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迈克尔·拉斯卡表示 采用新型发动机不仅会增加U20的运行范围 在其他军工部门的优秀也将显而易见 U20换装的新型博士20发动机 旨在增加作战距离和获越能力 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空运 对于U20来说 2020年是繁盟的一年 几架此类飞机曾加入了对新冠病毒的战斗中 先是今年年初在中国 然后在世界其他地区 此外 U20还参加了包括向中国派遣中国军队和重型装备的任务 以及俄罗斯在9月进行了2020战略军事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 U20的预警机版本也将使中国空军实力大幅度提升 此外 U20B将来也有望称为新型空中加油机的基础 G20的战斗力也将迎来重大突破 以解决中国空军目前的另一个不足 无论这两个版本的发展如何 只要配备新发动机的U20能够达到虚击的效果 中国空军的战略运输需求将得到满足 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空军尚被U20给刷屏 U20运输机参加大型非战争军事任务 为武汉运来大量军援人员与物资 当时我们军迷都是非常高兴 很多朋友都激动的落泪 U20从2016年服役到熟金 已经服役了四年多的时间 U20运输机一直都在进行训练 而U20运输机两次支援武汉标志者 我国U20运输机已经进入了成熟机 所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大型战略运输机 U20大型运输机的列装填补了 我国在大型战略运输机这一空白 彻底结束了我国只能进口大型运输机的时代 据悉U20运输机有个外号被称为胖妞 最大载重量66吨 总体性能比荷卢斯的1276运输机还要出色 目前U20运输机 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空军不可缺少的投送力气 达大提高了我国战略投送能力 我国U20运输机已经开始成熟了 有消息称U20运输机将会改装成空中加油机 预警机甚至是电子侦察机等 目前我国已经在U20运输机上改装了加油机 也就是运游20 运游20也已经进行过首飞 有消息称 运游20将可以同时为三架战机在空中加油 随着运游20运输机的不断测试 加入中国空军已经是非常快了 最近U20运输机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U20运输机将会被改装成预警机 最近央视报道了 U20第一团团长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重要讯息 据U20手装团团长介绍称 目前U20运输机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 起飞 训练 形成战力 除此之外 该当团长还称U20加油机正在测试当中 在过久的将来就会服役 更重要的是 U20运输机也将被改装成预警机 这无疑是透露出一个重要消息 U20改装成预警机的消息是真实的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预警机指挥机 那就是对情报进行搜集 可以搜索各类空中海上或者是陆上目标 提供较佳的预警与搜索效果 能够引导本国的飞机对地方目标进行攻击 在战争中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空军预警机有空警2000 空警200 空警500等预警机 甚至有的预警机上已经开始领先美国了 就比如空警500预警机 而我国的空警500预警机是使用运久为平台的中型预警机 我国大型运输机空警两件预警机都是要使用1276运输机 随着我国U20运输机的成熟 我国发展下一代大型预警机也是必然 其实早在U20服役之前 我国就已经传出了以U20作为平台的下一代大型预警机的传言 也就是空警3000 还有就是出现了以U20为载体加装雷达改进的U20机体 如今U20第一团团长在采访中透露的这个消息 无疑是证实了我国正在发展下一代大型预警机 我国的下一代大型预警机将会具备高探测能力 高抗干扰能力 高识别能力和高战场管理能力 高制空时间等 并且能够发现隐身战机 目前我国的U20也将很快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换装发动机之后的U20再合航程性能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到时候将彻底解决U20心脏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下一代大型预警机虽然还没有露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款预警机一旦出现 那么将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U20未来的改造方向以及应用前景有以下几个 战略运输肯定有 另外它还能够作为加油机以及预警机来使用 这三类U20以后我军肯定是都要装备的 这时候有人提出 能实现上U20携带空射弹道导弹的改造方案吗 据说美国运输机已拓展类似功能了 以前国外的大型运输机包括我们的U20都是没什么战斗力的 因为它的主要事物就是运输和加油等等 基本上也不会参与战斗 毕竟那是战斗机的任务 但是如果给U20加上空射导弹的话 因为它自身的容量很大 自然能够搭载更多的导弹 岂不是能够成为秘密武器来用 这个改造方案听上去多少都有点带魔改的气息 让人不由得怀疑它到底靠不靠谱 但实际上美国之前应该进行过类似的试验 在2017年以及2018年的时候 美国称为测试自己防空武器以及反导系统 曾经让他们的C1系统放过几枚导弹 除了这两次 美国的C5以及其他型号的大型音书机 其实也进行过很多类似的试验 虽然试验目的各不相同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美国是在检验它到底能不能在实战中换上用场 而美国的试验也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提供了一个新的运用思路 所有人提出 中国的U20是否能够进行类似的改造呢